极寒风暴 作为一件曾经的神装 在上个赛季反甲半重做之后 几乎已经彻底的被碾压了 因为反甲的性价比太高了 几乎所有战士都会出反甲 来增加自己的容错率 那现在吕布不能出兵心了吗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思路 吕布现在最主流的打法有两种 一种是攻速暴击流 另一种是一刀流 这两种打法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攻速暴击流的打法 因为一技能只是一个附魔的手段 所以对于一技能的释放频率要求并不高 能附魔就行 剩下的几乎全靠屏A解决 因为这样出装的吕布 屏A如果暴击的话 伤害完全不逊色于一技能的伤害 所以这时候就更适合出反甲 我要的就是战撸能力 CD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而一刀流打法 主要是依靠一技能来打伤害 二技能吸一下 一技能砍一刀 剩下时间用来走位 期间平A砍一两刀 一刀流就需要追求更快的CD 因为能让吕布的技能释放的更快 也就相当于提升了攻击和恢复能力 这种打法也可以出反甲 但我个人感觉 冰心的性价比高一些 当前版本 反甲是很多英雄的标配选择 吕布也不例外 别管什么玩法 出反甲准没错 但冰心也不是不能出 在玩一刀流的时候 可以尝试的出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